大家好,我是大摇 然而这个过程却被独小老大捕捉到了 小柱子的卧底身份也随之暴露了 由于此时的警察过多 煮饭没有还手的能力 独小老大便趁乱逃了出去 贩毒据点也随之被毁掉了 接着小柱子发现了正在逃跑的独小老大 骑着一辆摩托车就追了上去 可能是开的太猛了 两辆车撞到了一起 独小老大也是受伤不轻 小柱子急忙赶了过去 将其抓获并且送入了监狱 画面一转时间到了两年后 此时的小柱子已经退休了 并且带着自己的女儿 找到了一个小镇 过起了普通人的生活 话说这天 女儿在学校里 找到了一个小胖子的棋 小胖子见他又瘦又小 比较好欺负 就摘掉了他的帽子 又将他推倒在地 要说他有啥爹就有啥孩子 女儿完全继承了他爹的优良传统 上去两个动作 就将小胖子踢得满脸吃鞋 随后就到了大家所熟悉的 找家长接着 双方的家长来到了学校 准备将事情解决 哪正想小胖子的母亲小翠 见到小柱子就将他一顿狂喷 根本不给他说话的机会 小柱子一看他的造型 心里也知道 这是个虎娘们 就没和他一般见识 在临走的时候 小翠子的丈夫又过来找茬 确实是找到茬了 小柱子就是个硬茬吧 回首便将小翠子的丈夫 摔倒在地 这时当地警方介入 由于这事和小柱子也没啥关系 就只好将小翠子的丈夫带走了 要说这小翠子也是个记仇的人 既然没占到便宜 就想在背后捅不捅我小柱子 于是小翠子找到了他的哥哥 大虎是当地比较有名的赌贩 黑白两道都吃得开 此时见自己的妹妹被人欺负了 那有点太大脸了 便安排了两个马仔 去收拾小柱子 中间那打斗场面 就不用多说了 你说你让两个马仔 去跟我柱子哥交手 那能好使吗 结果毫无疑问 小柱子将两个马仔 打成了平行四边形 大虎一看 就知道自己碰上茬了 于是打算亲自出马 会一会小柱子 他毕竟在社会上 也玩了这么多年了 社会经验也比较丰富 首先他来到了小柱子的家 想要查一下他的底子 看看他到底是何妄神圣 有什么武功 没成想在调查的过程中 还有点意外收获 将小柱子的卧底档案 找了出来 由于大虎也是做毒品生意的 所以他对两年前的 那次扫毒行动 也是比较了解 他知道当年的杜小老大 就是小柱子送进监狱的 此时的杜小老大 虽然人在监狱 但外面的毒品生意 却依然在运转 接着大虎想到了一个 一键双雕的好办法 既可以除掉小柱子 又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 于是他派人联系上毒小老大 将小柱子的行动 透露给他 想要换取毒品利益 小柱子在回到家以后 很快就发现 有人潜入了他的家中 在以往的办案经验中 推理出 这个人就是大虎 随后他便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 将大虎的身份 查得清清楚楚 在得知他是一名毒贩之后 就决定将大虎送进警察局 虽然此时的他 早已经退休了 但他曾经毕竟是一名基督警察 并且十分痛恨毒品 说着他便来到了大虎的制作窝点 在偷偷地潜入房间之后 他发现了很多刚制作好的毒品 便打算在现场制作一些炸药 将这些毒品销毁 他在房间的灯泡中注射了汽油 并在房间中安放了汽油袋 只要一开灯 整个房间就会立即着火 但这时却发生了一个小差事 他被大虎的手下发现了 随后也就被打迷糊了 等他醒过来的时候 马仔正准备给他安排一套全脚炮 小柱子看准时机 将一名马仔撞倒后 并将剩下的马仔一一解决掉 回到家后 小柱子决定带着女儿搬家 不在这儿住了 但此时毒贩团伙已经赶到了他的家里 首先找到袭击的 是来帮他搬家的大刚 大刚身体强壮 很快便将毒贩制服了 随后大刚来到了车里 阿喇巴提醒小柱子 这时毒贩出现了 一箱将大刚打倒 听到枪声的小柱子 察觉到了危险 就让女儿躲到了地下室 自己着出去和毒贩火停 这时一名毒贩发现了他的女儿 由于女儿受到惊吓 便向后面的森林中跑去 毒贩在后面紧追不舍 小柱子解决掉毒贩之后 也朝着森林的方向跑去 在毒贩即将对女儿下手的时候 小柱子一枪将毒贩抱了头 这时后面又赶过了一名毒贩 将小柱子扑倒 两个人就撕巴起来了 女儿这时也是不管他爹了 掉头就跑 没想到大虎的女友 正在湖边等他呢 于是女儿店被带到了制毒窝点 在解决掉毒贩之后 小柱子开始找女儿 在电话中得知女儿被带到了制毒窝点 随后开着一辆警车赶了过去 而另一边 大虎和女儿吵了起来 由于女儿是目击证人 你把她带到这儿 你是不是有点缺心眼啊 于是便要开枪打死小柱子的女儿 这时小柱也开车赶了过来 在发现他将小柱子的女儿绑架之后 想要将他的女儿救出来 没想到小柱刚把灯打开 机关就启动了 整个房间全部找起了火 这时小柱想要将小柱子的女儿带走 大虎果断的拒绝了他 在两个人的争吵过程中 大虎将小柱打倒在地 一把夺过了小柱子的女儿 驾车逃跑 小柱子紧接着便追了上来 两个人在一座桥上遭遇了 随后得打到场面 也没啥可描述的了 小柱子打趴 那绝对超不过三个动作 影片到了这里 就接近了尾声 大虎被抓了起来 小柱子的父女俩 又幸福得在一起了 本片的看点在于 扩达四眼神的主角光环 以及史太龙编写的剧本 往往硬汉的形象 又加以温情的感情线索 二者的结合 在形象上的反差 交相辉应 相辅相成 因为情感 硬汉会挺身而出 虽是硬汉 却又温情感人 好了 我们今天的电影就说完了 喜欢看电影的小伙伴 关注我吧 我是大摇 咱们下期再见